感受到这个宣时在这张地图上 感觉就是它有很多的一个细节 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个 战术上的一个选择来说 能看到他们好像还挺了解 一辣这个项战上的一个风格的 风格和节奏吧 对 其实是有点被抓住 再来回顾一下 咱们第一张地图的赛果 两边这个比分打得是非常的胶着 上半场是打了一个5比4 下半场又还了一个5比4 加持赛事以5比3的比分宣时 是拿到了第一张地图上的胜利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伤害量的情况 来看一下胜方呃 现实这边呃杜超橘子 其实我感觉真的是除了四六之外 其他人很平均 对但是真的他的就是四六 今天怎么会带动他了 哈哈哈一撒这边你看 是吗39532都能赢吗 极品啊都有个局吧 我上 有有点迷了但是他可能比 四六要超一点加飞这就咋没来啊 输歌啊觉得四六虽然说是有一段时间没你们的加飞群里的没人没人没人问问吗 不是说非常乐观吧 再来看看两边高阶数据啊 一边是小齐作为对内不可替代值最高的一位选手86的不可替代值另外一边的话是11苏90的不可替代值 呃你知道对回家了呀他这个月子还不过呢来到了橘子身上啊 这个个人能力也很优秀对 230的选手效率值 来看一下他们的 mvp 给动机了我去把开尿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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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一个尿一个尿四击杀来到了20个 嗯 今天橘子真的这个骨枪速度以及他的这个伤害量都是拉满了对 那来到他们第二张地图是供电锁依斯大可以率先作为这个保卫方 呃 还挺浪浪的他那场比赛打的还是真的是比较好看 再来看看两边枪械盲斑啊 这个 确实是搬了M4A1 另外一边斯大是搬了M200 对 呃 其实对于这个M200这枪械因为11苏是可以拿到铺枪的嘛 但是对于现在目前确实的两把局来说真的 呃 拿铺枪的概率还是挺少的小齐和40 那就只能是大炮或者说星神里边选择一下 对 我是觉得4-6或者说小齐可能拿星神的概率还会小点 嗯 就是大炮面会更大一些 看把4-6安排什么地方 擅赏4-6好像是你打过这样的地图吧 拿的枪是打了一个单点 但是好像是每一次单点都打 呃 没有打出一个优势自己反而是被打掉了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准备和调整 好的比赛开始 是比较近的 对 确实刚刚下战营了 好 先放个 下战猛个B啊 又是把这个二楼飞下的人给接住了 对 当然还说啊 不是你 对 对 这个阳台一战人 哦 确定啊 基本上都会忽略右手 那就直接小给90了 打对点的那个人了 有了第一分仗 一四大仗站位的理解看一下 确实如果接下来还去进攻这个一点 确实没机会了 冰冻没机会了 阳台上的位置 有没有一定的 现在就是打好没场比赛 好好磨合吧 下战机加油 也是马上做了一个调整啊 感觉你 第一波这么打完 第二波应该 接不了今后赛了 二楼做文章了 所以 这一分的话 也是偏向于重A1和连接的一个站位 这一分之处 没有人可以估计到紫豪这个点了 感觉那个枪比90厉害啊 看谁用吧 我这用不来 来了一个陷阱 对 那感觉 炫石应该不太会去钻这个圈套的呀 还是想原地再控一会 小右键一开谁都不爱 给到炫石的一个 我他妈啥枪都厉害